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米娅 福音对话帮助你更多认识基督信仰 一起来聆听福音对话 学问学问,就是要学也要问 有问有答,让人真是无法自拔 请听福音对话 罪的定义,人有不犯罪的责任 人常不知不觉就犯罪 人能不犯罪吗 头一个人犯罪,确实有魔鬼介入 但是人不可以因而把犯罪 全归咎于魔鬼 并且亚当的犯罪并没有使人变成 没有不犯罪的自由 若是有人想做这种定论的话 那么亚伯又当放在什么地位呢 况且,一和华对该隐说 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呢 你若行得不好,罪就服在一门前 他比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 这段话就清晰表明 人只要肯放下自己的意思 就能明白而且遵行神的旨意 人若不肯放下自己的主张 就必须对自己的举动负完全责任 就像主耶稣曾经严斥彼得为撒旦 但是随后他的教导是 人只要舍己就可以体贴神的意思了 人若坚持自己的意思 他就将丧失自己的灵魂 我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想更多地了解基督信仰 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 我是米娅